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军上将穆伦 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陈炳德 星期一就南海问题展开会谈 陈炳德对美国在南海进行侦查活动的目的提出质疑 认为美国展开联合军演的时机不妥 穆伦则是反驳表示 军演行动符合国际准则 美国将会继续在这一带进行军演和侦查行动 在星期一的联合记者会上 双方激烈的措辞反映出南海局势的日益紧张 穆伦表示担心当地不断发生的事件 有可能升级为无节制的冲突 这次访华是为努力修补中美军事交流 最后联合声明中双方达成了五点共识 包括同意继续通过电话专线举行定期交流 以及将于年底之前 与索马利亚雅丁湾展开中美反海道联合军演 这是穆伦出任参联会主席之后第一次访问中国 也是他对今年五月陈炳德访美的回访 当天穆伦也与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举行了会谈 周二他参观了中国陆海空三军军事基地 美国在六月底才与菲律宾完成为期十一天的年度联合海上军演 上周又在汶来附近与日本澳洲举行三国联合军事演习 这个月将与越南举行联合演习 新唐亚太电视铃鱼综合报道